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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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27日831舉行專輯簽唱會 剛好遇上阿浦的生日 除了台下妖怪們為主唱大人送上祝福之外 當然也逃不了被問到 打算怎麼和女友豆花們一起慶生呢 他今天在拍戲 對對對然後 現在也不太方便去慶生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但他有送我蛋糕啦 他有說生日快樂 但是因為大家都蠻忙的 蛋糕就是禮物 因為其實我不太喜歡 蛋糕裡面載鈔票 很實際 你們不要當老闆之後這麼慎熟 其實我不太習慣過生日 他們也都知道 以前大家都是會吃個飯 因為我個人個性比較內向 所以有的時候大家一起過生日 我會有一種那種 有一種尷尬感這樣 生日當主角是讓阿浦很害羞 但說到即將登上台北小巨蛋開唱 為粉絲準備得滿滿驚喜 他們到處聊得很開 我們這次實體聽出來賣的還不錯 對那就非常感謝歌迷 所以我們其實也想要做非常多 回饋歌迷的活動這樣子 不管是八月的小巨蛋阿 或是說我們到時候可能還會有嘉年華阿 都是為了讓歌迷們可以玩得更開心一點這樣 他會遇到你們有什麼驚喜之類的 畢竟已經很久沒有實體演唱會 有什麼想法嗎現在初步了 還是要開始健身之類的 其實這個應該要一直都要 健身他是不是要看一下我們店格 沒有啦 我已經做過了換小局阿 喔換小局是不是 我如果上半生還要下半生 我怕他上半生被警察靠走 下半生他要回去先檢查一下 看誰比較適合 喂真的是先不要比較好啦 我不想你想你了 想忘了 你溫柔親吻 我不想你想你了 我不想你想你了 不留給你 你給的摘緣 怎麼學會那謊話 你的聽證 你用盡用語言